各位早上平安 你知道神他通过患难 是要来念尽与谦卑我们的 在我们的挣扎过程中 神教我们看见自己的无知与无能 最终通过这些患难的经过 教我们得以亲眼看见他 就像圣经里的岳伯 他在经过极大的苦难后 才亲眼看见主 让我们来看岳伯记四十二章一到六节 这里岳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住 谁能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你 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各位这里说到岳伯亲眼看见主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像岳伯一样 能亲眼看见神呢 那岳伯之所以能亲眼看见神 是因为他知道神万事都能做 且神的旨意不能被拦住 其实许多时候 我们一直无法从患难中走出来 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 我们没有将神当作神 我们亲抗了神的主权 与他在自己的主权里能做的事 我们可能自认为在多方面自己应该蒙福 或是不应该遭受什么患难 往往我们在跟从神的时候 很容易优先考量自己的意识 能力和时间了 事实上 神能将祸转为福 也能在下一刻将福转为祸 因此亲眼看见主的人 是认识神的良上 也认定他的主权 上帝是借着这个图景 在人的身上完成他的功的 比如在家里 你总是想要掌控家人 什么都要管 那你就会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其实你应该降服在主面前 且凡事交托给主 因为主要做的事 没有人能拦住 所以你的心要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下 那岳伯也在经文第三和第四节说到 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不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是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岳伯 他是认识了自己的无知 一般上事业有成的人 总会高估自己的工作经验 八面玲珑的人 也总会高估自己的聪明 人一旦对神的真理和恩典无知 就自然的会有自以为优越 自以为聪明的想法 事实上 我们人所知道的真的很有限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 就自以为很聪明 但原来我们所不知道的更多了 就如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说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所以各位 在患难中 上帝是叫我们发现自己的无知 使我们能凡事多祷告 倚靠主 因此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 不要让自己走到自满 我自已的观景 反要更谦卑地倚靠主 这时患难便有助于粉碎我们的自我 将我们指向上帝了 那之后 岳伯之所以能亲眼看见主 是因为他认清自己的罪 并悔改 所以我们看在第六节就说到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所以各位 在岳伯记里面 我们很难看见岳伯有任何道德上的过犯 但是我们却能够看到他心里的惧怕 我们看在这几处经文里面 显明了他的惧怕了 在岳伯记一章五节说 宴会的日子过了 岳伯打发人去叫他们字节 他清早起来 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显翻记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气掉神 岳伯常常这样行 我们再看三章二十五节说 因我所恐惧地领到我身 我所惧怕地引我而来 各位为什么岳伯会有惧怕呢 事实上 他所惧怕的是自己不能够爱神了 不能爱神本身就是一个罪根 而罪是将我们产生惧怕的 所以我们看岳伯 他在遭受苦难之前 是以自己的德行来维持与神的关系 在他受苦的时候 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里头没有两上 直到苦难一而再三地领到他身上时 他才认清了自己的罪 转而厌恶自己 放下他一直以来的自恃为义 谦卑地倚靠主 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 他们虽然没有犯什么大错 心里却总是含着惧怕 比如害怕有什么意外 不幸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害怕身体不健康 害怕孩子误入歧途 害怕不得人的闪失 害怕被人小看等等 我们要晓得 这不单是个人性格敏感的问题 那是不爱主 要知道我们不犯错 并不代表我们爱主 喜悦跟从主 在这里亲眼看见主 不是因害怕遭难来跟从主 那是因为爱主 且被主的爱吸引而跟从主的 因此当我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 就将惧怕转为爱了 所以圣经说 爱里是没有惧怕的 那时我们就会发现 除了爱神以外 没有任何能给予我们平安的了 所以当患难一直领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反省我们所做的一切 其出发的动机是否是因爱神而行 所以让我们不活在惧怕当中 乃是爱神爱人了 无论遇到多严重的患难 只要我们确信神教万事都互相效力 且是赐平安 不是将灾祸的应许 惧怕就会消散 叫我们凡事都能享有主赐的平安了 所以各位除了神的应许 这世上再没有其他的道路了 倘若我们确信的是神的应许 就是行在正确的轨道上 所以不要相信任何不正规的道理 像是认祖宗的罪 当靠翻脸祷告 或是接受自我激励心理学 因为这些反而是叫我们不能单一的 确信神的应许了 所以但愿今天我们能从岳伯的身上 领会如何认定神的主权 认识自己的无知和认清自己的罪 叫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患难中 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不能被拦住 也确信神是将万事互相效力 且是赐平安 不是将灾祸的应许 我们都能够亲眼看见神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